大家好 我是ST台北辦公室的宇文 STM32微控制器脫穎而出的原因之一 是我們致力於製造真正節能的裝置 以超低功耗系列為例 強調的不僅僅在於功耗最佳化 同時也確保在最低功耗模式的狀態下 還能發揮其裝置運作最大效益 這就是實現永續產品的關鍵 今天我們將為您介紹 STM32微控制器超低功耗系列的新成員 STM32U0 在2024年CES會展中 ST利用STM32U0打造一個小型太陽能供電系統 只需要5Lux的光照即可提供足夠電力 維持溫度計以及照度計的運作 成功擺脫了電池供電的限制 這是如何做到的呢 原因很簡單 STM32U0在RTC開啟的待機模式下 僅消耗230nm靜態功耗 在關機模式下更是能低至16nm 由於具備低功耗需求的產品 在核心被喚醒之前 大部分時間都處於休眠狀態 因此這樣的低功耗設計提供開發零員更大的開發自由度 能充分運用不同以往傳統的供電方式 舉一個實際案例說明 透過改用STM32U0後 一個開發智慧水表應用的團隊 成功將功耗降低了50% 現在工程師們可以自由地設計具有更多功能的產品 還能同時具備顯著節能的優勢 為了提供更多元的開發應用情境 STM32U0加入了更豐富的周邊元件 事實上這些外部周邊的數量遠多於市面上同價位 以及同功耗的微控制器 例如我們有一個LCD顯示控制器 一個12位元ADC 一個DAC 兩個超低功耗比較器 以及一個運算放大器等等 STM32U0為您提供間距低功耗、多功能以及低成本的最佳組合 在減少功耗的同時 還能增加可用功能 進而提升整個解決方案的成本效益 這就是STM32U0非常適合入門級應用的原因 另外 STM32U0也跟許多ST超低功耗為控制器 STM32L系列產品較為相容 ST協助提升產品電池的使用壽命 有效延長產品生命周期 與其打造一個永續的世界 現在 將鏡頭交給ST在意大利的客戶 還有ASCAL 來看看他們是如何使用STM32U0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